不是都說,秦郡是個貪財好色的太子爺嗎? 這明明就是個石頭 周,蘇芸 為,為什麼蘇芸會在這裡? 為什麼,他會在這裡? 他就是少爺的客人 小姐,秦氏集團到了 好的,謝謝四季師傅 客氣了 少夫人已經安全抵達公司 我,我犯什麼事了嗎? 你說合作,你能拿出什麼來? 十個碧雲閣 秦總,蓮小姐很有誠意的 只要蓮小姐進駐 我們就多了十個類似碧雲閣的高端消費會所 那鄒雲閣跟進一下吧 細節做好,再給我看看 那不知道,秦少今晚有沒有時間賞臉 一邊吃飯,一邊談談細節呢? 不了 今晚,回來吃飯嗎? 還談不上合作 還談不上合作 等你們商業好細節再月吧 總裁在會客,麻煩您稍等 哦,好的 不是都說,秦君是個貪才好色的太子爺嗎? 這明明就是個石頭 這明明就是個石頭 啊 哼 蹙,蹙雲 為,為什麼蹙雲會在這裡? 為什麼,他會在這裡? 他就是少爺的客人嗎? 哼,意外深闊 他就是夏小新娃 沒錯,就是她 總算見面了,妹妹 夏小姐,總裁可以見您了 您,不舒服嗎? 沒,沒事的 我現在就進去 少爺,認識這個女人 該不會,我被拐到這個城市的事情 少爺知道 該不會 碧雲閣的那些壞事 幕後的主使是少爺 那少爺 根本就沒把我從魔窟裡救出來 今天不用上課嗎? 這種事 隨便找個司機送過來就行了 好 好的,少爺 文件放這裡了 我先走了 這反應不對 等等 還有事嗎? 你見到周雲了? 你想太多了 碧雲閣是情事旗下的一小部分 周雲對你做的壞事 與我無關 少爺 您沒必要跟我解釋什麼的 自從您那事之後 我已經警告過周雲了 碧雲閣不會再發生那種事了 少爺 我很難相信您說的話 因為我不知道 自己在您心中的定位是什麼 我很害怕 我遭遇的事情 都是您在幕後指使的 我 我很害怕 在我面前的一切幸福 都是您的一生性奇 對不起 是我忽略了這件事的嚴重性 我現在回答你 就算只是集約關係 我也只想你留在我的身邊 好好保護你 這些幸福 都是真實的 碧雲閣的壞事 真的跟你沒有關係嗎 周雲 您您是你的部下 我沒有騙你 周雲跟我只是上下級關係 那些壞事都與我無關 雖然一開始 把你從冰雲閣帶回家 甚至簽訂契約 都是我一時興起 但是現在 我希望我們可以一起走下去 相信我 可以嗎 那你答應我 哪怕以後你不喜歡我了 也不要騙我 我答應你 餓嗎 嗯 那能不能請少夫人賞面 與我共進午餐呢 好 好的少爺 還叫少爺 好 好的 阿 阿俊 哇 哇 別看了 快吃吧 待會兒就涼了 太好吃了 要注意形象 作為秦郊未來的少夫人 你的舉動會備受關注 待會兒下班 帶你去看一下海吧 剛才你一直看著川外那片海 你知道 我是被拐賣到花海市的 海的另外一邊 其實 是我的家 不要想太多 就當是去散散心吧 你在這兒等等 我處理完事情就帶你去海邊 好 少爺 莫容先生到了 秦總 資料拿到了嗎 嗯 怎麼回事 說來慚愧 為了少夫人這份資料 差點就把命打進去了 秦總 您那未婚妻可不簡單呢 就連資料我都不敢送到公司裡來了 剛到聯羽 我就找了很多信息販子 大多數的人都表示不認識少夫人 但是我感覺 他們更像是在忌諱少夫人 我也沒想到事情會這麼嚴重 很快就有人對我設下了埋伏 你要找夏家摩女士吧 稍等一下 好大的陣仗 你說吧 你是八大家哪邊的人 趕緊說來 我就給你個痛快 痛快 就看你們能不能 讓我痛快一下了 一完沒完 快點 再拖下去 就京東玲娜小姐那邊了 我從那群人的口中知道 他們都是廉家的人 後來我 偷偷摸摸地查了幾天 唯恐我不能活著回來 我就提前把資料送到秦家大宅 也就是你手上的那份 這是什麼 這是夏家母女曾經的公寓 現在被燒成廢墟了 一年前 少夫人的母親夏秋雨失蹤 而少夫人來到了華海 暫時我只能收集到這些情報了 但是可以確定 少夫人跟廉家的關係 非同一般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這個好字 燒 不對 阿俊 你 看海去 哇 海 是海 哇 是海耶 還有海哦 阿俊 這樣看 她也不過是個普通的小女生 阿俊 就是有點蠢 現在小心 和那時候的她真相 真希望 你可以永遠都這樣單純 我的直覺告訴我 這一切的背後 有一雙無形的手在操控著 無論怎麼樣 我都想保護好你 但是 我這樣 是對的嗎 是時候找那個人問問了 阿俊 你看 很漂亮吧 清醒的石頭 很漂亮 你是穿上甲嗎 既然還挖石頭 快穿上 別著聊了 好玩嗎 好玩呀 難得你這麼忙 也陪我 以後 我多找件時間陪你